对越自卫反击战 是对于我国意义非常重大的一战 可以说 如果没有对越自卫反击战 那么就没有我国80年代安全的国际地缘环境 如果没有一个安全的国际地缘环境 我国也就不存在什么改革开放了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 对越自卫反击战 对于我们来说的确是意义非常重大 是对越自卫反击战 打出我们现在美好生活的一战 现在谈及我们对于对越自卫反击战的印象 很多人肯定都将其局限于所谓的一个月结束战斗 以及中越战争背后的中美苏博弈之类的东西 但是其实对越自卫反击战没有那么简单 我军打赢越南也没有那么轻松 其实我军战士和越南军队打的还是非常的惨烈的 而在对越自卫反击战后的两山轮战 更是鲜少有人了解 在两山轮战中就有着712炮战这样的惨烈战斗 甚至就连经历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 见过大风大浪的叶剑英元帅都相当感慨地说出了 解放后我再也没有见过这么多尸体 这句话这也足见712炮战以及对越自卫反击战的惨烈程度 很多人认为在1979年我军教训满越南之后 中越战争就算是结束了 其实则不然 这一仗是打给苏联看的 但中越战争却远未结束 甚至越南军队都还没有完全退出非法侵占我国的领土 在1979年我军撤退之后 没过多久 越南军队就再次进入了我国境内的老山地区 并且开始在老山经营其防御体系 两山轮战也就此开始了 作为两山轮战中的其中一山 老山自然也就成为了中越双方交战的主战场之一 在712炮战之前 是我军的428作战 也正是因为428作战 我军基本收复老山 而在我军收复老山之后 越南军队自然不肯坐视不理 便于1984年7月12日发起了大规模反扑 也就是712大反扑 712炮战也正是712大反扑中的一次经典战斗之一 当时越南军队总部批准了一个名为 MB-84北方战役的作战计划 其主要针对的目标就是我国的老山地区 指挥这场战斗的越军最高指挥官是武力将军 他在越南军队内被称之为中国通 因为他曾经在上个世纪50年代 有过在我国南京军事学院留学的经历 除了武力将军之外 还有苏联的一号顾问直接负责战斗的具体指挥工作 因此从战术上来说这一次战斗是相当的难打的 在这次大规模行动之前 越南军队已经林林总总的对我军的老山阵地 发起了大约十几次小规模反扑了 但是越南军队根本就站不住阵脚 很快就会被我军击退 因此这一次大反扑 越南军队几乎可以说是压上了全部的赌注 孤主一致地发起了最后行动 越军为了这次行动 准备了大约四万人的部队 对我军形成了1.67比1的大比例优势 其中很大一部分部队是直接从柬埔寨调回来的精锐之师 此外越南军队还准备了接近十万发的炮弹 几乎占越南全国战略储备的一半以上 其作战部队的大口径火炮数量 也和我军达成了1比1.1的比例 可以说越南军队这一次行动 已经是做好了不成功变成人的准备了 不过在7月10日的时候 我军就已经提前获知了情报 直到越南那边准备搞一个大行动 因此也在提前就做好了准备 我军在11日凌晨就已经做好了全部作战准备 白天的时候有一万人进入战斗位置做准备 而晚上的时候则有两万人进入战斗位置 双方互相轮换休息 一方在的时候另一方就在掩体内休息 当时指挥部做出的决定 是必须在老山阵地上坚守五天 因为武力在开战前放下豪言 三天内必定攻克老山阵地 当时驻守在老山阵地的十国军四十师 市长刘昌有少将在作战会议上说道 我们必须坚决打好这一战 就算战至最后一人 也不能让越军得逞 从当时我军制定的防御计划中 也能够看出当时情况有多么的危机 当时的计划表明 我军打算让四十师的119团在前线打两天 两天后撤出由118团接替打三天 三天后 119团的三个营合编为两个营 再继续上去接着打 而师部直属的司机以及后勤人员 都被整编为了三个连 随时作为预备队顶上去 而119团两个营的正面 就有着越军两个主力团作为对手 在战斗开始前 我军将火炮分为了四个层次 其中六十炮和八十二排击炮 负责打击我军阵地前方三百米处 一把二十二毫米榴弹炮 负责打击三百米到一千米的位置 一百零七毫米火箭炮和一百三十毫米火箭炮 负责打击一千米到四千米的位置 一百五十二毫米加农炮 则能够对越军的整个前沿阵地 覆盖进我军的打击范围 在十二日战斗开始前 刘昌有少将就曾经询问过张又霞团长 如果假定今天凌晨三点 越军发起攻击 而你就是越军指挥 你的部队会在哪里 张又霞回复刘昌有 我的部队会在中国军队前沿阵地 六百米到八百处 事实果然不出二人所料 越军就在当天三点发起了进攻 而敌军位置就在阵地前方六百米到八百米处 在当天凌晨两点四十五分的时候 我军的电台就监听到了越南军队的通话 通话内容为三点钟开放完毕 我军立刻做好了准备 在凌晨三点钟的时候万炮齐发 在我军打完第一轮炮击之后 其实越军那边几乎都没有反应 以至于我军有些军官都怀疑是不是打错了位置 但是张又霞团长表示 不可能 如果我们真的打错了位置 战场不可能这么安静 越军此时已经冲上来了 在战斗结束之后 我军才得知 原来因为我军的炮击 敌人损失相当的惨重 原本敌军是打算一拥而上 彻底拿下我军的前沿阵地的 结果未成强我军的一轮炮击 直接将敌军的后方炸了个稀巴烂 后勤 救护和预备队都被炸没了 敌军被我军拦腰斩断 营长都被直接炸死了两个 但是敌军的前锋依然尚在 因此在短暂的迷茫之后 武力将军立刻下令 对我军的阵地发起炮击 对我军也造成了一定的损失 然而敌军的开炮的同时 也暴露了几方的位置 我军立刻打掉了敌人的炮兵 从敌军的电台内容中 我军得知第二轮炮击 就摧毁了敌军27门重炮 但是与此同时 敌军的步兵也发起了大规模的进攻 712大反扑正式开始 在战斗期间 我军40师涌现出了大量的英雄事迹 7月12日凌晨45时分 粤军一个营外加一个连队 我军的142高地发起进攻 而当时 我军在该高地 仅仅只有一个排的战士 代理排长李海鑫 带领着15名战士 与敌人击战10个小时 阵地没有丢 敌人损失104人 李海鑫壮丽牺牲 142高地 后来也被命名为李海鑫高地 12日白天 我军两个特攻连与敌两个 加强营血战14小时 敌敌274人 俘虏一人 击毁坦克两辆 缴获大量装备 被中央授予老山防御英雄连 7月12日晚上19时50分 粤军的进攻逐渐停息 粤军损失达到7000人以上 北方战役计划已经事实上的破产了 粤军不仅没有拿下我军的老山阵地 甚至连哪怕一个山头都没能拿下来 而我军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的战果 和人民群众的帮助配合 是脱不了关系的 在战事最紧张的阶段 前线的张又霞团长 不断地给师部打电话 要求补充炮弹 然而前线的巨大消耗量 仅仅依靠军队的车辆 已经无法跟上需求 最紧张的时候 昆明军区的司令员 甚至亲自走到了大街上 看见火车卡车就拦住 无论车上装的是什么货物 现在立刻拉下来 军区给你看着 保证你没有任何损失 耽误事了 军区给你补偿 现在立刻拉炮单去前线 军区给你报仇 但是群众们的思想觉悟 其实还是非常高的 司机们根本就不要报仇 主动拉上炮弹 冒着被越军火炮击中的风险 把炮弹拉上前线 刘昌游少将在后来直言 军队的伪力在于人民 云南的人民群众 为我军的战斗胜利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甚至为此付出了宝贵的生命 战后 越军留在阵地上的尸体不计其数 由于当时正是夏天 尸体很快便腐烂发臭 辅臭味充斥着我军阵地 我军要求越军尽快上来收尸处理 白天打着白旗就可以来 然而越军偏偏要晚上打手电来 效率根本就跟不上 我军最后只能自行处理了越军的尸体 以免造成瘟疫 这也就应了叶帅在开头的那句话 而这也是对于我军战斗力的充分肯定 18世纪50年代 克里米亚半岛爆发一场极为惨烈的战争 将欧洲地区的多个强国都卷入其中 战争结束后 这场本没有中国参与的战争 却意外地导致中国吃尽苦头 蝴蝶效应下 不仅造成数千中国百姓被屠杀 中国还失去东北大片领土 那么这是一场什么样的战争 为何吞下恶果的 却是万里之外的中国 感兴趣的朋友 可关注头条号昆奇说时 回复001即可观看